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杜华说 今天是周六,有七场英超的比赛 所以我们对这七场比赛呢,做一些分析 然后我们应该来首先继续看英超真逛的这个关键阶段 就是依然围绕着三巨头啊 阿森纳、利物浦跟曼城这三个强队呢,进行讨论 然后我们再去看保级的队伍以及中游的队伍 那么阿森纳目前是在英超的榜首77分 第二名是曼城,第三名是利物浦 今天利物浦是放在了第一场比赛 就是在行程上呢,是比其他的场次更加早一些 所以如果是客场的利物浦战胜了西汉姆连之后呢 他可以跟阿森纳同样的积分 但是他已经踢了35轮啊 但是阿森纳的只有34轮 所以呢,并没有太多的优势 利物浦上一场输给了艾弗顿之后呢 心理压力是非常的巨大 从技术统计或者说是真逛的数据分析上面来说呢 利物浦夺冠的概率呢,还不足3% 那么曼城夺冠的概率依然还有62%的这个预测 所以曼城依然是最大的热门 因为虽然说是曼城现在排在第二名 可是他在真逛的这个方向上呢 依然存在了主动权 因为他比阿森纳少赛一轮 只是少一分,76分而已 所以带着这样的格局呢 我们来看今天的比赛 好,第一场就是西汉姆连对利物浦 这一场比赛呢 我们应该去重点看客场的利物浦 虽然主场的西汉姆连也非常强啊 特别是在一些杯赛上的西汉姆连 往往可以突出自己的优势或者是特点 主场的西汉姆连也依然值得去看重的 在今年的杯赛呢 特别奇怪的就是五大联赛当中呢 英超啊,唯独只有剩下维拉 其他的球队呢都是被淘汰了 包括曼城,阿森纳都是被淘汰了 只有一个维拉在欧将当中继续去努力 所以西汉姆连也同样被淘汰了 那么也会比较看重联赛对吧 可是联赛现在已经排在第八名了 想要往上面去走呢 有这个可能,可是也不太容易 所以这一场主场去对仗 那么想赢得利物浦的时候啊 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压力 所以这一场我比较看好客场的利物浦 应该是可以拿下比赛 因为这三分太重要了 就算没有获得冠军 他不可以连续输两场 毕竟在上一个阶段 利物浦的那种气势非常的猛 自从沙拉从这个国家比赛回来之后呢 团队没有得到一些比较好的融合 所以利物浦最近踢的并不顺利 这一场呢,我们是觉得 0-2,1-2跟1-3 然后第二场是福勒姆对水晶宫 水晶宫上一场比赛呢 是进了五个球在主场 取得了非常大的这个积分的 应该说是这个竞胜球的优势 所以呢,今年的印钞这个进球数非常的多 直到现在第34轮结束之后 破了印钞以往的记录 进球数是非常多 也就是说很容易出现大的格局 对不对 那么这一场呢是水晶宫做客去挑战富勒姆的 我觉得依然是比较看好水晶宫 0-1,1-1跟2-2 第三场啊 虽然说是没有进行欧冠的系列 或者说是总冠军的竞逐 但是也值得去看重 因为是孟莲的比赛 孟莲对伯恩利 孟莲本身就具备非常大的传统的话题 那么伯恩利目前是在第19名的 他也想要保级 因为依然是有希望的 他跟罗顿或者说是跟诺丁汉森林之间呢 去争夺一个名额 这三个球队争夺一个名额 所以呢 这一场球我觉得 伯恩利也会全力去拼 但是我还是比较看好主场的孟莲 最近的状态还算是比较稳定的 2-0,2-1跟3-2 第四场是纽卡士尔连对谢飞连 谢飞连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希望可以保级 所以呢 这一场呢 那么想要拿分的纽卡士呢 是比较值得去看高的 这一场是纽卡士尔连2-0,3-1跟4-1 第五场是狼队对卢顿啊 狼队已经可以打酱油 我已经重复过蛮多次的 然后卢顿呢 呃跟诺天汉森林跟伯恩利 抢一个保级的名额 所以呢 卢顿在课场是难够获得进球 并且是可以保平真胜的啊 0-1 1-2跟1-3 第六场是爱佛顿对布伦特福的爱佛顿赛 赛场2-0战胜了六普之后呢 可以说是呃 气势已经上来了 所以这一场呢 呃 对小蜜蜂我觉得 呃 会获得进球 然后呢 我蛮看好这一场是握手言和的啊 1-1 2-2跟3-3 然后第七场 也就是今天的最后一场 放到了王场的比赛呢 是阿斯顿维拉对切尔西 切尔西依然也是有流量的 呃 阿斯顿维拉目前在欧冠区第四名的位置呢 呃 这一场球放到最后面 应该值得慎重去考虑 而数据方给到的这个分析呢 是比较侧重于主场的维拉啊 呃 我觉得这一场会有搞怪啊 我不要看好客场的切尔西 啊 这一场没有太多的理由 因为呃 切尔西他需要去表现 只是这样而已 好吧 那么今天的比赛分析呢 也是比较简单跟概括的 然后我们继续来观察 呃 今天 比赛结束之后呢 我们再去做一个总结 以及去 看明天 曼城跟阿森纳的比赛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